江坤、郭德纲、恩恩怨怨已经十几年了 从开会反三俗到取缔小剧场 从收纳何云伟到教育高小攀 一饶一事无不适和德音社争锋相对 就其背后无非是蛋糕的分配利益的争夺 主流虽然是体制内的演员 有着纳税人发的最基本的工资 但是也有自己的小剧场 也有自己的观众群体 自从德音社大火之后 主流小剧场可谓是人去楼空 观众是少得可怜 其实不光是主流的小剧场 全国各地的很多个小剧场 都是在生死边缘挣扎 如今已经十几年过去了 郭德纲已年过半百 江坤已经步入毛土之年 本以为随着时间的流逝 二人会逐渐放下心中的恩怨 握手言和 谁料就在天津德音社开业的前后 江坤领导的曲协顾忌重演 再次举起了反三俗的大旗 很多人都觉得 江坤和老郭仍是水火不容 纷纷喊话 江主席什么时候才能放过老郭啊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这不妨说是主动出击 向老郭主动示好的手段 为什么这么说呢 您接着往下听 曲协虽然只是民间组织 没有实权 但好歹也是一个庞大的部门 不管办什么事情 总归要面子的 更别说曲协的主席江坤了 所以这次的求和之路 是有点拐弯抹角 第一次反三俗 还是在德音社刚火起来的时候 当时的老郭还参加了那次会议 出来之后的老郭心里暗想 参加这样的会议 真不如去洗头房了 这次的会议 让江坤和郭勒刚结下梁子 如今在天津德音分社开业前夕 曲协开了一个紧急会议 一致通过了一个反三俗的倡议书 倡议书指出要整顿行业 抵制三年学徒两年效力 抵制三俗伦理梗脏臭昏口 又让观众在带着眼泪的笑声中得到启迪 很多网友纷纷吐槽 这样观众的演技估计两个陈道明都比不上 倡议书一发引起了不小的议论 里面的条条框框更是直指德音社 郭勒刚看到了之后 一改往日作风 不但没有反击回去 反而将这个倡议书给转发了 可谓是将了取杰一军 老郭这样忍气吞声 应该是不想在天津德音分社开业的时候 出现什么幽额子 还好 最后天津分社顺利的开业了 不过在倡议书的压迫之下 几乎没有主流演员到场 有的只是送了花篮 有的连花篮都没敢送 大家也都没有发声站队 而是在默默的关注着这件事 也算是明哲保身吧 在开业期间 老郭也不像年轻那会儿 只要主流一针对德音社 老郭就会把那些事填进段子里 这次老郭在天津开业期间 是全程没有杂卦取贤 倒是于谦口无遮拦 在台上两次杂卦取贤 不得不说 你大爷还是你大爷 而郭德纲的反应 则是一脸阵定 也不往下搭枪 立马就转移开了话题 毕竟身后有一大家子要养 说话做事都要小心 可能这次的倡议书 让曲鞋知道了老郭的态度 于是在开业过后 没有多久 曲鞋就趁热打铁 再次开了座谈会 座谈会的主题还是反三俗 这次会议还特地邀请来了 德音社的新日演员李京 这次的会议倡导不能只要效果 不要后果 只要眼球 不要追求 一般只要中国曲鞋开完座谈会 全国各个地方的曲鞋也要开讲座 传达一下会议精神 大家也把视线纷纷转移到了郭德纲身上 看老郭这次会采取什么行动 很快老郭就给出了答案 由于于谦近日受到北京曲鞋的邀请 与曲鞋的演员们 一起合作一个相声剧依然美丽 老郭为了去找于大爷就去了北京曲鞋探班 而北京曲鞋的一把手是李伟健 我们经常能在电视节目中看到他的身影 当初还是经过江坤的举荐 李伟健才有机会登上春晚的舞台 所以江坤对李伟健有执语之恩 立场上肯定是属于主流阵营的 不过在建了郭德纲之后 一把抱住了郭德纲 两个人还亲切地握手打招呼 老郭该弯腰的时候也弯腰了 丝毫没有一点架子 之后还和于谦一起排练的其他演员打招呼 一幅其乐融融的和气景象 老郭能够这样做实在是不容易 当时证实北京曲鞋也要举办座谈会 于是就邀请了郭德纲 于谦参加 这也是老郭十几年来 第一次心甘情愿地坐在曲鞋的座谈会上 李伟健之所以敢这么做 估计已经问过了上面领导的意思 会上李伟健还特地的表扬了张云雷 称其为弘扬传统文化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让更多的年轻人接受传统的曲艺形式 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难道曲鞋接受德纲社了吗 回过头来看一看 曲鞋发唱一书 老郭急忙统一战线帮着转发 老郭相声中也不再杂挂曲鞋 还和北京曲鞋的负责人李伟健抱在一起 参加北京曲鞋举行的座谈会 这一系列操作下来 让曲鞋看到了老郭的态度 甚至有一种曲鞋和老郭和解的迹象 可能是江坤觉得时候差不多了 该守往吧 先让李伟健去打个头阵 在曲鞋和郭德纲中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去探探老郭态度的虚实 如此看来 江坤和郭德纲和解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可能在不久的将来 到时候就会看到郭德纲和曲鞋的江坤抱在一起 要真是这样 那就是真正的世纪大和解了 大家觉得两个人会不会和解呢 毕竟江坤再有一年左右就要退休了 能在这个位置上做到72岁 也不是谁都能比的 据说下一任的曲鞋主席是冯拱 走在之前的非遗产大会的宣传单上 冯拱的照片就稳居C位 说明他的地位确实挺高的 在天津的德云分社开业的时候 冯拱还带着徒弟一起在附近溜达 有网友猜测冯拱来这儿 是为了秘密会见郭德纲 不过有这么明目张胆的秘密会见吗 其实老郭和冯拱的关系还挺好的 老郭徒弟岳云鹏和冯拱徒弟贾玲还是好友 如果冯拱和老郭真的是死对头的话 徒弟们估计也不会走得这么近吧 其实江坤和郭德纲的高雅和低俗之争 各自有各自的道理 两方所处的位置不同 但是大众还是喜欢老郭的相声 不是很待见江坤主流的相声表演 主要是连最基本的搞笑都没有啊 说相声的不搞笑岂不是太搞笑了 什么主流真得把相声弄成非物质文化遗产 最后才能体现出自己的能耐来 还好有一个郭德纲 把将要失传的相声又给发扬光大 作为体制内国字号扛把子的江坤 态度为何从之前的斗法到如今的反夸 还不是郭德纲扛起了相声的大旗 因为势不两立的双方 现在立的是郭德纲 郭德纲如今是低调圆滑 江坤则是大度能容 小品是开心麻花和赵本山 相声是德音社 无论哪个取协也管不了 取协能管的观众又不爱看 还真就是势不两立 因为只能立一个 大家觉得江老先生在退休之前 会不会和老郭握一次手呢 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世纪大和解 大家是喜欢听高雅的相声 还是低俗的段子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江山父老能容我 点个小赞 让我活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最近取协的倡议书 加座谈会 让德音社再次站在了风口浪尖 G203的批评看的人是目无暇接 而郭德纲不仅没有反击 反而大方转发并发文支持 让取协是一拳打在了名画上 不仅失去了着力点 还摔了个亮将 郭德纲是又收获了一波明星 以前取协和老郭势不两立 现在只有德音社立住了 郭德纲年收入好几亿 德音社更是估值30亿 让主流是羡慕嫉妒恨 老郭也是住着5000万的豪宅 打造德音综艺 影视剧 还接了很多的广告 涉足很多的实体产业 每天躺上床不动 就有大把的前进账 而再看取协的江坤 江坤的生活条件 简直和老郭相差无几 又是住过亿豪宅 又是建博物馆 不是说取协成员都是体制内演员 拿的都是国家的基本工资吗 就算江坤是取协主席 工资一般都由工资加奖金 以及补助构成 按照国家的工资标准 不同地区有所差别 一个月少的估计有6000 多的估计有1万多 年收入最少十几万 不说其他 单说这工资水平 和德音社刚出来的学徒 收入差不多 如果按照一年20万计算 住上上亿的豪宅 需要工作500年 那么除了这些个基本工资之外 江坤还有哪些赚钱的途径呢 首先是去全国各地慰问演出 不过江坤的演出 同德音社的商演不同 他不是商业化的牟利 也不用考虑靠卖票来赚多少钱 所以江坤并不需要靠演出来谋生 他的演出更多的是对文化的传播 也不需要去绞尽脑汁的想段子 不需要想怎么让观众笑出来 所以有时候基本就没人去 多数的观众都是当地的政府组织的 甚至还会送一些鸡蛋洗衣粉什么的 来吸引观众 经费一般源于当地政府的补贴申请 以及地方企业的赞助 不过江坤也开过个人的商演 曾经在海南省的歌舞剧院开过商演 部分前后牌一律905元 在政府补贴的情况下 票价降到了280 180 80 花个一两百去看江坤演出 估计还是会有很多父母辈的老人去看的 为了演出效果 江坤也是很卖力气 和徒弟们在台上还唱起了rap 那是连唱带跳连蹦带叫 要不是有视频为证 真不敢相信 这就是我们尊敬的老艺术家 还有就是在主流的小剧场演出 不过小剧场的市场 基本被郭德纲给抢走了 主流演员自然拉不下脸 去得音社走去 只会在背后指指点点 时不时还会引发双方的口水战 所以主流想方设法的抵制的音社 也在情理之中了 第二就是江坤会经常上电视 接受访谈 或者上某个电视台 接受采访表演节目 都知道 电视台的访谈节目 也会根据人物深圳的话题和流量 来选择要采访的人物 如果确定邀请一个明星名人来做节目 肯定也会支付一定的劳务费 演出同样有出场费 而且这笔劳务费估计也不会低 少的有几万 多的能达到数十万 除了电视演出 私下还可以对接企业甚至个人 有的明星为了利用名气赚一些外快 明码标价 只要愿意给钱 就可以录制祝福视频 比如为某一品牌或产品点赞 也有祝福某项活动顺利举行的 甚至还会给某对夫妻送上新婚快乐 这些视频的话术基本相同 都是先打招呼 然后再表明自己是谁 之后就是具体的祝福内容 侯耀华报价是四千二 蒋大为是一万三千四 文松甚至高达三万七 不得不说 出名之后就是好挣钱 就对着镜头说几句话 可能一分钟都不到 都能挣普通人一个月两个月的工资 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呀 这是江坤第二条赚钱的途径 第三就是江坤的书法 如今的江坤已经逐渐淡出演艺市场 但是在另一个领域逐渐的展露头角 没错就是书法圈 其实不难理解一个工种人物在出名之后 喜欢往书法圈里面混 这已经成为了常态 一方面可以塑造自己文化人的人设 比如说何以为在离开登社之后就混进了主流圈 也开始练起了书法画画 大一格竹志文火了之后 以四万一个字的天价写了一幅字 这字不知道有几年级的水平 赵中祥退休的时候也在网上买字卖画 这操作让自己的晚年饱受争议 加平挖的字也是明码标价 现在一个字要价四万 赵本山的书法作品也很贵 那么江坤写的字能值多少钱呢 在综艺节目明星同乐会中的一期 主持人菊平也参加了 在录制过程中菊平向江坤借钱 在扯皮的过程中江坤说漏了嘴 借我点钱支持支持一下 不是借啊说大发了我哥该生气了 你跟我要钱我给你这么着吧 我给你哎呦你 你啊我跟你说啊这么着啊 就是啊啊你啊这么着 你那个反正我这么说吧 哎呦你不是咱们弄几幅字 你卖我就完了 该给钱给钱你不要多钱 OK好了就到这 幸亏主持人及时打断 没有让江坤再说下去 有网友称江坤的书法作品 在2010年左右 每尺的价格在一万左右 如今十年过去了 虽然江坤的人气在年轻人之间大幅下滑 但是社会地位却大大提高 身边流须拍马的人不在少数 这价格肯定是上涨了 就连朱志文的书法一个字都还能卖4万元呢 作为取写主席的江坤 没有理由价格比他的还低 一个字至少也上万了 这可比说相声挣钱多了 那么江坤的书法水平如何呢 从他的字上可以看出 江坤确实在书法上下过功夫 字体有粗有细 整个作品布局很合理 不过也有人说江坤的书法属于江湖体 不入大雅之堂 卖这么贵不是抢钱吗 一尺卖个千八百都还差不多 不过字画这东西价值不好鉴定 即便是物价局都订不了价 很多人心甘情愿的买江坤的字 估计都是奔着江坤的名气来的 字因人贵嘛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谁也愿不着谁 第四就是江坤接过不少的代言 在八九十年代 江坤的名字可以说是火遍了大街小巷 他也成功的成为了广告商演中的香伯伯 曾经代言的广告还是相当成功的 例如和大山一起合作的那个某白金 电视台轮番播出的确是很洗脑 广告效果非常好 其次还有一个广告名气不大 但是很有格调 就是某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这个广告词绝对是广告界的一股清流 还代言治疗胃病的胃药 如今已经七十多了 又结了一个白酒的广告 接广告也能挣不少的钱 第五就是江坤还出书 在1998年的时候 江坤出了自己的第一本自传 笑面人生 这本书一出版 一下子成了图书市场黑马 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面 销售量达到令人惊叹的45万册 要知道这还是正版的统计数据 加上盗版的估计有几百万册吧 如果一本按照十元来卖 那也有好几百万了 后来江坤又写了一本 虎口遐想30年 最近又出版了一本50万字的江坤字书 这本书不仅是本人的故事 而且系统的梳理了相声艺术的家世 谱系 写了很多名人之间发生的故事 诺贝尔文学奖莫言 亲自用毛笔为江坤的书提词 江坤出版的这三本书 因为江坤带来了不菲的收入 第六 江坤还热爱收藏 尤其喜欢收藏古董名人字画 有的是自己购买 也有的是好友相赠 从上世纪70年代 江坤就开始搞收藏了 还有一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收藏馆 江坤艺术收藏馆坐落在苏州市的古苏区 里面大概有500多件收藏品 主要是字画瓷器和青铜器的 不得不说是一个妥妥的富豪了 此外有网友还曝光了江坤的豪宅 据称这个豪宅价值上亿 看起来非常大气 里面到处都是艺术品 还贴着不少的名人字画 古玩玉器 其中有著名画家范增的作品 一幅画就能拍卖几百万到几千万 最引人注意的是一座很大的白玉浮雕 藏品室里面还有一块鸡血石 真是一个隐形的富豪啊 如今的江坤已经70多了 身体也出现了很多病症 已经不能支撑高强度的工作了 在舞台上面出现的次数是越来越少 妻子陪伴了江坤40多年 两个人还是一如既往非常的恩爱 从江坤工作开始就一直做江坤背后的女人 默默的支持着丈夫的事业 女儿江山如今也39了 和江坤长得很像 女儿从小很喜欢唱歌 江坤就给女儿找了好几个老师 长大之后又送江山出国留学 等到他完成学业之后 就回到国内开了一家影视公司 成为了公司的老板 也是非常优秀了 江坤再有一年半才就退休了 身边有爱自己的妻子 有优秀的女儿 到时候就能放下身上的包袱 好好享受一下退休的生活了 大家觉得江坤是不是很有钱呢 写的字有没有水平 卖的价格又贵不贵呢 欢迎在屏幕下方留言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江山父老能容我 点个小赞让我活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包括他家庭的一些事情 其中很多事情我如果说出来的话 会震惊全世界的 侯耀文先生事事前 曾与弟子郭德纲彻夜常谈 并且说出很多相声纪的秘密 这些恩怨孩子从侯耀文的父亲 侯宝林和马记之间说起 马记是侯宝林大师的亲传弟子 在他十年浩荡当中 曾经带头批斗过侯宝林 甚至当众打了侯宝林一巴掌 不知是谣言还是真的 侯宝林也没有在追究这件事 还是如马记往来 而姜坤当时是马记的徒弟 当然也时不时的跟侯家进行走动 于是侯宝林竟和姜坤熟悉了起来 还经常把他叫去家里吃饭 一来二去的 侯耀文和姜坤也有一些交情 慢慢两人也成为好友 在侯耀文早期的相声段子中 还时不时会拿姜坤杂瓜 人开一向条狗 尽开一向条狗 打的也不走 骂的也不走 一拉就走 这是死狗 可见两人在那时 关系还是不错的 可就在侯宝林大师逝世后 作为姜坤的师父马记 承担了掌门人的角色 但这时的侯耀文 并没有归入马记的圈子里 而是自己考进铁路文工团 一个是颇具才能的弟子 一个是侯家少掌门 二人各自发展自己的派系 于是从同门关系变成了竞争关系 姜坤进了马记的班后 在成就名声与影响上 甚至直逼马记 并且也贡献了一系列 反响巨大的相声名片 最初 姜坤与侯耀文并没有什么矛盾 但随着姜坤在相声界地位 日渐提高 二人的关系开始变味 直到有一件事 让侯耀文和姜坤的关系 彻底决裂 当时侯耀文通过姜坤 认识了戴志诚 戴志诚也称侯耀文为师叔 而且当时耀文不在家时 戴志诚就经常来家里照顾诗神 没想到诗之和诗神就这么好上了 但终究还是只包不住火 事情发生之后 姜坤选择帮助搭档戴志诚 为他抵挡不少的流言蜚语 之后侯耀文与姜坤一派 已经是势同水火 但侯耀文心中的那团火 却始终憋在心里 直到这个人的出现 作为侯耀文看中的弟子 郭德纲的出现 对侯耀文来说是一记强心计 就在姜坤与侯耀文不对付时 赶上郭德纲第三次撞到北京 但是北京巷神界十分排斥郭德纲 认为他就是来抢饭碗的 郭德纲也知道自己为何不受人待见 于是他急于找各个巷神名门想要败师 可像李金岛江坤这些体制内的人 压根就不带他玩 这时对姜坤不满的侯耀文 发现了郭德纲这个好苗子 并主动提出收他为徒 还是听到无数反对的声音 侯耀文不顾一切 认定了要收郭德纲为徒 于是2004年 郭德纲正式败入黄耀文先生门下 一个江湖人直接迈入名门正统的圈中 自此 郭德纲在黄耀文的庇护下 开始了人生的蓬勃发展期 尤其是2005年 突然爆火的小剧场 演出几乎是长长冒满 这让曲袭主流演员分外眼红 于是他们有样学样也开启了小剧场 但没有那个金刚罪 就真揽不了那个瓷器活 曲袭的小剧场可谓是门庭冷落 与德云社的火爆形成鲜明对比 这让主流相声界心里开始不平衡了 既然得不到就毁掉 于是默默计划 如何扳倒以郭德纲为首的德云社 但有侯耀文的地位在那摆着 他们也不敢怎么样 可好日子没过多久 侯耀文的突然去世 对老郭来说无疑是一拳中击 因为自己的保护伞没有了 接下来郭德纲在何去何从呢 2007年 侯耀文的突然离世 主流界看到郭德纲没有人撑腰 紧接着就搞出了一系列事件 导致德云社只能停顿整夜 于是侯耀文与江坤的恩怨 演变成郭德纲和江坤的恩怨 一方面 江坤成名比郭德纲要早很多 在他大红的时候 郭德纲还在天津小剧场讨生活 后来江坤开始领导全国曲艺工作 培养曲艺人才 郭德纲才慢慢红起来 而江坤在相声界的贡献与成就 也是不容忽视的 另一方面 江坤听到主流演员内部的新声 也开户提出反三俗 不用多说 就知道指的是谁 郭德纲和他德云社 当年就差点败在同行手里 幸好郭德纲扛住了当时的压力 才会有现在的成就 作为侯耀文先生最喜爱的弟子 在感觉自己时日不久之后 郭德纲便把郭德纲叫到身边彻夜长谈 两人谈论的具体内容 我们不得而知 也就到了开头那一幕 老郭说相声界的许多事情 他要是说出来的话 会震惊全世界 后来老郭在自己的书中 郭德纲好透露了很多相声界的恩怨 想必其中也有很多侯耀文的一难评吧 郭德纲目前一直与主流过不去 可能也有师父侯耀文的影响 如今想想 侯耀文和马济江坤等人 那么久的恩怨一直被人压一头 晚年 受郭德纲为徒这个决定 为算是为他出了一口气 大家对相声界的恩怨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留言评论 江山富有能论我 点个小赞让我火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